隨著越來越多的省份縮減PCR檢測 和Omicron感染持續激增 衛生專家呼籲將快速檢測的結果 統計至到病例數當中 由於病例數激增 多個省份都宣布限制接受PCR檢測的人群範圍 很多國民都倚賴於快速抗原檢測的結果 但是在多數地區 快速檢測的病例數 沒有包括在官方的病例數統計當中 一些醫學專家警告說 記錄這些結果以密切關注疫情的進展很重要 包括預測疫情何時達到頂峰 多少人受到感染 和Omicron感染何時呈下降趨勢 英國在過去9個月裏 一直要求居民報告他們的檢測結果 無論是陽性、陰性或檢測無效 一些關於疫情研究的最佳數據來自英國 因為他們有強大的數據分析框架 另外病例數激增僅是推高本國的住院人數 然而專家表示 現在預測未來幾天和幾個星期的住院人數 會增加多少仍然為之上早 因為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撐 更多的醫護人員感染是另一個挑戰 鄂泰華的一間醫院星期三表示 由於40個員工感染病毒 將減少部分服務